也很多啊 那么我有一篇关于这个 读音光大使文超纪的文章里面呢 已经写出来 不久可以看到 那么现在这个佛教啊 好的流传下来 固然是不错 有些地方的这个流弊啊 不正确的流弊 应当要改才行 现在通通都上下下来了 很好笑 甚至有人啊 不懂这个上下的用途啊 我曾问过年轻的比丘尼 他刚出家的时候 姐妹多久没有多久 我问他你叫做什么法名啊 他就自称我上谋下谋 这是大笑话 他自己称自己上谋下谋 这不是笑话吗 简直不懂 他在建台里不晓得怎么学的 而且这个人还是受到高等教育 所以现在的佛教啊 真难言斋 我不想多说了 这是题外的话 因为出家人信师啊 这就是后复这个正义欧含经的说法 所以只要你是中国的出家人 外国的我们不问了 外国与我们没关系啊 那么只要你是中国的出家人 承接道安法师的遗教 出家人都是信师啊 那么不必再去问他信什么 所以事不问信 还有道教 道教他修仙呢 是求长寿的 求长生不老的 如果你看到道教修仙的人啊 你不可以问他几岁 道不问年 看到修仙的道士 如果你问他 这位道士我请问你 今年几岁呀 那就是失礼了 没有礼貌 因为他是不能问他几岁的 因为他要求长生不老 既然长生不老啊 他就不愿意人家问他几岁 从前我在石头山 山上有一位老比丘尼呀 心神稍稍有点不大安定 但是有的时候讲话很有分量 有一天 有个人问他 他叫做修国呀 客家人嘛 修国是你几岁呀 他就答复说 失多乐就好 关于几岁 蛮有道理啊 失多乐就好 关于几岁 这个蛮有道理 他虽然没有 不懂得什么修仙不修仙 也不懂不懂佛法 可是他有这么一句话 他说吃到老就好了 管他几岁呀 他根本就忘掉自己几岁 所以看到道士 不能问他几岁 不过现在在台湾呢 这种修仙的道士是见不到的 从来不曾见到 像吕洞宾这一类的 这个修道的人呢 是见不到的 持有尾符啊 抓鬼的张天思 那么这一类还有 那么真正修仙的 老早就美了 所以从前在大陆流行 有这么两句话说 事不问性 道不问你 这是很普通的常识 我们台湾人呢 有许多连这个常识 还是不知道的 您说佛教 佛法很普及 哪里普及呀 打水路最普及 你看看一年到晚 水路打多少 传在家菩萨界最普及 那么菩萨真多 很多菩萨当然是最好 可是这个菩萨呀 如果变成尼菩萨 那就很糟 那么现在这个菩萨 今有三份 其是道安 关于道安法师的历史 其他不必讲 也讲起来要会很多时间 如果你想要知道的话 最近有一本书出版啊 叫做 道安之研究 专门研究道安法师的 专门研究道安法师的历史 他的著作 他的为人 他的人格 这一本书啊 他都把它研究得很清楚 把道安法师的所有的 对佛教 对国家的贡献呢 都有很 很详细的分类 而且还编成年朴 摆在前面 这很了不起 很难得 这本书我看过 假如你看高僧传不好懂啊 如果能够看看这个道安之研究啊 很不错 对道安法师可以得到很大的帮助 尤其他对于中国佛教 那个时候还没有戒律传来 他能够定下这个规矩 把这个僧团处理的很好 很圆满 这是非常大的贡献 很了不起的 总和起来啊 在中国佛教史里面 道安法师对中国佛教的贡献 最大的 有六种 现在不必说 那么去研究这个中国佛教史 还有这个 最近的这个道安之研究 都可以做参考 今有三份 那么现在我们这一部法法经 一样有三份 不过这个法法经的三份啊 少少跟平常一般的三份不大一样 现在可以翻开来看看书迷 这个法法经的开头 经前面有一篇序啊 道玄律师的序 我们不讲 因为这个序文字很深 如果要讲起来要花很多时间 能看得懂自己看 固然是好 看不懂也没有多大关系 呃 远因法师啊 有这个法法经 洪传序的注节 讲义 远因法师的 选集里面有的 假如你要研究这一篇 道选律师的序啊 可以看远因法师的 呃 这个法法经洪传序节 他有注节 可以做参考 我们这里不讲 呃 有些人讲经很奇怪 呃 他好像是 呃 书本里面有的字 统统都得讲 呃 有人讲 奥迷陀经要解讲义 他根据这个 远因法师的讲义讲啊 他把前面所有的序啊 统统都讲 呃 尤其有些序 据我那相当高深 呃 除掉他写的人本人可懂之外啊 我一般人看起来啊 能懂个完全懂的 我看很少的 可是这个讲的人不懂 他硬讲下去 呃 而且把这个不懂的地方 还要说出来 他花了几个小时研究 还是不懂 呃 这是一个大笑话 实际上这些序 讲他做什么呢 活不浪费那么多时间 你在讲经嘛 序 呃 只是一篇序而已 能懂得自己看看 不懂不要紧 所以呃我讲经就是讲经 经文前后的序拔 如果以经文里面没有啊 没有关联 无关紧要的地方 我们不讲 所以只讲经文 前面那个 呃 序呃 如果要研究的话 我贡献你一个参考资料 就是原音法师 就是原音法师有一部法法经 法法经红传续节 在原音法师的法会里面 呃 收证有的 嗯 现在法法经我们用的这个官科啊 科判就在书名上 呃 呃 本来第三是品题 现在把这个品题的续品啊 合并在续份里面讲啊 品题有二十八 因为经文七卷二十八品嘛 就有二十八个品题 当然是先讲续品 而续品的意义啊 就合并在三份的续份里面讲 这里所说的三份 跟通途的三份不大一样 通途三份啊 这是续份正中分流通分 现在法法经因为约这个本籍两门来说明啊 籍门跟本门有两门 那么因此这个科判就是很特殊 所以你看这个入文为三 书名上面的入文为三 啊 用甲义品丁来分这个母科子科 甲 一 通续基本两门 这就是通续 这就是续份 续啊 第二 甲 第二 别说基本两门 就是内容啊 基本也有三份 本门也有三份 所以叫做别说基本两门 第三 流通基本两门啊 那么这是本经的三份的特殊 跟普通一般的续正流通不一样啊 有这个分这个三份 现在先说明这个三份的意义啊 你不要把这三份看为平常啊 这三份呢 是提出全经的要领啊 所以古人对于这三份有个比方 他说一部经啊 好像一个一个人 一个人身啊 经的续分啊 好像人的头 脸 就是手了 这个续分啊 好像一个人的头脸 啊 头 手 这一部分 例如我们看人啊 一见面 看到他的脸 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的情况了 啊 所以这个 郑王的这本书里面 有这么一句话说 入门 修问永孤世 但看永远 便得知 你入人家的门 啊 要知道人家 家里是好是坏 永 好 孤 是坏 是急是凶 是好是坏 你不必去问他 不必问 入门 修问永孤世 啊 那怎么能知道你 但看永远 便得知 你只要看到那个物主人啊 看到这个主人的永远 容貌 颜色 你看到这个人的容貌 颜色呀 您就可以知道 这个人的家庭 是勇 是孤 是好 是坏 是急 是急 是凶 啊 乃至这个人的 呃 至于 贤不受 都可以看得出来 啊 所以我们看人 一看到这个人的脸 就可以知道 他的一个大概了 所以一部经 你看到这个修问呢 你就可以知道 这一部经的内容的 属性点 所以这个续问啊 就是好像人的一个头脸 啊 如人手了 头脸 正中分啊 就是好像人的全身 人身 五脏六腹 全身 啊 那么这个正中分 就是人的主干嘛 就是这个人身的全身 五脏六腹 啊 所以正中 好像人的全身 啊 那么这个流通分啊 就好像手跟脚 脚 能去咔 他会走动啊 可以走动 手可以拿东西啊 啊 这个流通分 是流传到未来的 所以 经的流通分啊 好像人的手脚 啊 一部经 就好像人的一身 看他的流通分 就可以知道 这一部经的流传情话 啊 所以流通分 好像人的手脚 呃 近代有有人 有这么一个比方 他说这个续分 跟正中分呢 好像点灯 燃灯 好像点灯了 船 啊 点灯燃灯 当下照亮当时吗 啊 这个流通分呢 好像传灯 这个灯啊 灯灯相传 流传下去 啊 流通分 好像船灯 这个比方 也是蛮好的 很有道理 如果论这三分的 当时的利益 论三分的 十一来讲 续分 正中分呢 是当时的利益 佛说法 当时的利益 例如是 亚牧尼佛在 灵三会上 讲法 法经 当时听众 所得到的利益 就在续分 就在续分 正中分 当时就利益 啊 当然流通分 也说当时利益了 但是流通分 流传到未来 所以流通分 不但是当时利益 也利益 后来的众生 利益 以未来众生 所以流通分 也利益 未来 未来 就是后来的众生 都得到利益 举例说 我们现在 距离释迦牧尼佛 入灭的时间 已经两千几百年了 以古说 将近三千年了 那么既然 佛入灭这么久了 我们今天 还有佛经可以读 这不就是流通的功德吗 假如不是流通 一直把这个佛法 继续流传到今天 那我们怎么 还有这部法法经 可以读你 这就是流通分的功德 这流通 是流通于未来 使未来众生 得到利益 所以约利益讲 续政主要是当时利益 流通是利益未来 这都是很有道理的说法 所以经文有这三分 是很有意义的 那么按照这三分 前面所说的 第一 通续基本两门 这一个续分 这个通续的续分 就是从这个续平开始 一直到这个列众 听众列完了 后边到了这个退座一面 到了退座一面 那个地方 就是属于通续基本两门 第二别说基本两门 就是二十四尊以下 一直到常不清菩萨平 到常不清菩萨平 这就是别说基本两门 从这个如来神利平 第二十一以下 那就是流通基本两门 流通基本两门 那么流通基本两门 这一刻啊 也就是后边的八平 从如来神利平以下 属内平 一直到普玄菩萨 建伐平第二十八 这就是第三 流通基本两门 那么把这个 三分的段落分清楚之后啊 然后就要讲这个续分了 关于这个续分的文字啊 我们留到下次再讲 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啊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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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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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